我说我这闭着眼睛就飘来一股韭菜味呢 你是不是吃了韭菜盒子了 没有啊 吃的韭菜馅饺子 你给我吹饭辣的 我跟你说你破坏了我的美貌 你赔我 姑奶奶你先别生气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猜 我今天在咱们小区 看见谁了 谁啊 田笨笨 他干嘛呢 我干 哎呀 他简直就是咱小区的颜值代表啊 那么高 那么帅 那么有形 像他这么颜值高的人 就应该没事都在院里溜达溜达 哎呀多养眼啊 死咪的 你是眼睛瞎了 死咪的 老天有眼的 死咪的 让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比 田笨笨 他有女朋友了 死咪的 你说什么啊 他有女朋友了 不可能 我都调查过了 但那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我亲眼所见 那真是 雾里探花 水中望月 看你我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逃走云飞 活开 活去 你看 我告诉你 王老恰啊 你可以说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男神 你今天就收拾大天了 我也不信 我就知道你不信 看 我有证据 高清 圆图 多亲密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我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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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不可能 有没有 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不可能 你别打岔 我问你 我说话你听不听 听 那我让你办的事 你办不办 办 那行了 亲爱的 哎 你 你等会儿 那个我捋一下的啊 你刚才说啥 我说亲爱的 啥 亲爱的 哎呀妈呀 太好听了 再说一遍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想让你配合我演一场戏 我要证明 伴们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要让他着急 我要让他吃醋 不 等会儿 你想到哪样啊 手机你也摔了 照片你也看了 你想咋的呀 今天这事能不能办吧 不办 办办办办办 咱说好了啊 如果这事属实的话 你就对那田妹妹死心 往事你考虑考虑我 对 就这么办 假装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现在就给田妹妹打电话 让他来参加你的生日会 行 晚安 我是网友谦 请问是田妹妹先生吗 我今天过生日 我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party 和女朋友在一块没关注啊 那个他和女朋友在没关注 电池都摔出来了 你手机没有电池也能打呀 新款局的期 没电池也能理 你叫嘴 拿我的打 我就不想给他打电话 你老逼我 喂 我是网友谦 是田妹妹妹 我今天过生日 邀请你到小米莲家参加我的生日party 我过生日是不是得整个蛋糕啊 吃那种干啥 谁过生吃蛋糕 没有蛋糕也行 是不是得整俩菜呀 吃菜干啥 谁过生吃菜呀 那我咋过呀 干过 啥也没有 你啥也没有 干嘛嘛过呀 我头一回听说过生 啥也没有用嘴过的 哎呀我爷那时候那么困难 过生还有口地瓜 行行行行 别委屈了 过事成之后 我给你买口地瓜 那行 说好了 今天哪个过生日呢 半年前不刚过生日吗 是啊 我刚过呢 半年前是他阴历生日 今天是杨历生日 那你这阴历生日 跟杨历生日隔半年 你小子挺阴哪 是啊 我咋那么阴呢 哦是这样 我亲爱的 哎等会 就刚刚那句亲爱的啊 你俩肯定有事 你俩啥事啊 没看名了呢 刚刚被我俘虏 哎你怎么自己来的 你女朋友呢 我没有女朋友啊 哎哎 跟那边 跟那边 我都看真凉人的 那真是哦 雾里叹花 水中望月 看的我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套走云飞 活开活西 哎 哎 哎 往下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人家笨笨说了 他根本就没有你朋友 你好 请问前笨笨在吗 哎 救他 哎 金姐 你怎么过来的啊 笨笨哥 我还你家钥匙 哎呀不着急 哎呀来来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叫文静静 大家好 我叫文静静 我是一名大学生 你好 我叫一名王小切 我是未来祖国的花短 你好 我叫小米亮 我以前也上过大学 坐吧 对 今天是个好日子 又四个人 两对 那个文静静 我问一下 你跟田笨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笨笨哥呀 笨笨哥 那我就说了啊 那是一个夏天 天很热 很热 很热 可我的心 却特别冷 特别 特别的冷 呼啦 呼这个 爱感冒 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收到了笨笨哥的来信 虽然素未蒙面 但是它就像一团火一样 温暖了我的心 哦 我听明白了 没见过面 网友 不是 不是 我们两个认识 算是一种缘分 对 缘分 哎 小米姐 那你和小切哥 咋认识的呀 我们俩呀 我们俩的相识 也特别的浪漫 是我 我家 对 那个 那也是一个夏天 那天呢 小米粒没啥事 那天你是不是没啥事 没啥事 她推开了窗 刚好我从窗屋底下路过 恰巧 有一个小竹棍 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我捡起了小竹棍 往楼上这么微微一笑 这时候 邻居王大娘谈过 我好歉 哎 小切哥 你这个我好像在哪儿看过 不 他记错了 那个 是这样的 那确实是一个夏天 我那天呢 也确实是没啥事 我像往常一样呢 推开窗 这是 我发现 楼下一个英俊的身影 用他浑厚的嗓音 在为我朗诵诗歌 哎呀 那个诗朗诵的诗 是什么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那个歌唱的呀 哎呀 那音高 那爱成音 不对 是你姐泼了一盆水 我喊的 谁泼的 能缺德呢 你记错了 亲爱的 你唱歌呢 我那时候哪有心思唱歌呀 亲爱的 你姐泼的是开始 你呀 我才数的那个海盆人 啊 他出了疲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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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 就你 看我说了第一句 我啥时候还要说呢 没关系 三局两胜 我还有机会 加油 哎 金姐 姐 来 叶 你这裙子好漂亮啊 什么牌子的 我也不知道啥牌子的 你看我这人吧 特别低调 我从来就不跟人家炫耀 我从头到脚 都是牌子 是吧 对 从头到脚都是牌子 李锦基的微博 三百费的包 老小花的戒指 王雷克的雕 姐 你这些牌子我倒是没穿过 但我好像吃过 我这些衣服我也不知道啥牌子 是梦梦哥送我的 没事没事 我说是看你俩太好了激动的 广梦哥人可好了 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我在学校板路门 广梦哥拔山涉水 翻山越岭 跨过了沈和和平大公桑的期 最后来到了沈美新期 带着生日礼物 给我送来了生日的祝福 也没有她说那么夸张啊 姓娘 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给女孩买东西 也不知道你穿着合不合适 合适 特别合适 这大小胖瘦长的都刚刚好 别说了 行了 我认输了 甜笨笨 我 我祝你们俩个幸福 我也祝你们俩幸福 小姐 别哭 不得我心智不得 天儿 你别哭 他们是不是误会了呀 那个 小米烈 你们俩是不是误会了 还误会啥呀 是不明白的呢 你俩是网友 网友一开始不想写信 后来不换家里钥匙 咱接下来结果抱住 这样早上贵子 小米姐不是你们想那样的 其实笨笨哥才是 哎呀笨笨哥 你就让我说了吧 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这夏天还能过一波 我刚刚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都沉浅在喜悦之中 但是我知道 我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我的学费 我也不想再给我的父母增添任何负担 所以我就私自偷偷的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扔了 记得还像往常一样 我在家帮我爸干农活 这时有个人 这时有个人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来找我 这时有个人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来找我 当他听到我的情况后 他毅然决然地决定要辞职我上大学 这个人就是笨笨哥 是他让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而且在我上大学期间 他还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 我今天来呀 就是来还钥匙的 因为我已经毕业了 我决定要为我的所学 去偏远的山区支教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笨笨哥 谢谢你 是你的帮助 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好 好 好 静静 其实不光是我会这样做 我相信 无论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只要他有能力 他都会去帮助你 静静 姐 对不起 没事姐 是我误会你们的关系了 你要想做什么 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你不是说了吗 有了笨笨哥的帮助 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现在 你也用你的所学 去改变更多山里孩子的命运 你要有什么需要 就尽管跟我说 以后啊 就把我当成亲姐一样 谢谢姐 那我也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哎 既然来了 就把这当家一样 吃了再走 哎 哪有菜呀 这不有蛋糕吗 哎 那王小倩也不过生日 蛋糕拿我就退了吧 哎 小女人说我今天生的 我就今天生的 王小倩你可真行啊 一年吃了我俩蛋糕的你 吃吧吃吧 我今天过生我住中间啊 我告诉你我住中间 祝姐夫和嫂子永远幸福 好 好 好 这个 冒陪你问一句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这辈儿咋排 哥 我不是激动了吗 祝哥永远幸福 你看 都祝咱俩幸福了 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表示表示啊 可以呀 你把眼睛闭上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小李乐说的整队 过生吃啥蛋糕啊 你俩给我回来 好 好 嘿嘿嘿 快乐是个大警告 谁分享谁就嗨呸